大家好,我是FANCO井,歡迎大家收看我的頻道 已經隔了幾年了,我終於抽到時間 再為大家講解一些古董夏威夷小結他的東西 如果大家之前未看過我一至六集 講解有關傳統夏威夷小結他的不同型號的介紹 你可以上我的頻道再重溫 而今次我為大家介紹的就是1920年代生產的 一枝叫做EQUOUK 就是這枝,預備好了 這枝就是Consert Size 這個廠本是EQUOUK的廠叫做Hawaii Mahogany Company 簡稱HMC 其實這枝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呢? 其實這枝就是標榜自己在裡面 有一個叫做EQUOUK的一個裝置 令到聲音各樣的東西比較響亮 還有一些共鳴聲更加好的 另外另外,EQUOUK的設計 它的音箱是比其他傳統的Ukulili更加厚的 所以它發出的聲響 相對來說會比較響亮 以及有一個震動的聲音 但不太明顯 那這個EQUOUK的設計 究竟在什麼位置呢? 其實呢 你照相看 看不到有一個EQUOUK 其實它在下延枕 面板後面的 所以比較深入的位置才能看到 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 究竟我這枝Ukulili裡面 有沒有這個EQUOUK的設計 是不是我吹水的呢? 那我一陣呢 跟大家做個實驗 我準備好我女兒的一把梳 連同一塊鏡片 應該可以塞進去 Ukulili裡面 看看裡面的狀態是如何的 好了 真的很不容易把鏡子伸進去 還要打開燈 那我先拍一下 好 我截了這張照片 放大給大家看 在鏡子裡面 反映到下延枕的位置 有一塊木芳 連著金屬片 這張照片 就是Echo device 因為我的鏡子比較窄 所以只能看到一部分的Echo device 這張圖比較清楚 來自一個外國網站 講解有關Echo Ukulili的東西 很清楚看到裡面的Echo device 有四條金屬條 而我手上的Ukulili 只有兩條金屬條 這支Echo Ukulili 通常在Ebay 或拍賣網站 都會出現 價錢 大概200至500美元之內 有四條金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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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未必會搭配得那麼緊 因為這年份也很久 1920年左右 有四條金屬條 有些Echo device 會有鬆脫的現象 可能之前 已經鬆脫了 被人被拋棄了 也不理會 或者根本沒有供應 Echo device 有些型號 跟大家一起聽聽 這支Echo Ukulili的音色 啦 這支Echo Ukulili裡面的Echo device裝置 是Ukulili歷史裡面的經典之中的經典 我今天的分享 希望大家喜歡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 你就會收到我最新的資訊 拜拜